- 帮Lukas送午餐 送完午餐啦 现在要去一下T-Mobile就是美国的第三大移动运营商的店 因为我们刚刚从第一大Vorizon切换到了T-Mobile 今天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OK 要讲这个故事要先从中国的社交软件叫微信讲起 国内的朋友都已经很熟悉微信了啊 海外的朋友其实啊 台湾或者是韩国的朋友你们可以理解 微信就像你们用的LINE一样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 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它 不知道LINE是不是也跟微信一样 微信是每一个手机上面只允许安装一个微信 并且微信添加好友有5000个人的上线 那因为我们用微信来做生意或者是联系客户 我们添加了很多很多 那我们就有两个三个微信 所以我们被迫买了两到三台 甚至更多的手机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给我留言说 我们可以用微信分身或者是微信多开这种软件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用这种软件的话 你的微信号很有可能会遭到微信官方的封号 所以我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手机和很多微信号 我跟妹妹一起陪哥哥去写钢琴 妹妹用她的小推车推掉哥哥的钢琴书 三星的S8发售的时候 我们在Verizon的实体店里买了两台S8 Plus 也是因为要申请新的微信号 哥哥进去学情了 我根本没在外面等 因为三星没有那个苹果的那种就是体验店嘛 所以它没有像苹果一样去店里 维修售后的这些服务 所以我们就在Verizon通过第三方 买了一款就是手机的保险 如果你手机坏了 它会帮你修或者是给你换一个新的这样子 你不识啦 嗯 妹妹在里面待不住了 然后有一天我的手机真的就摔破了屏 联系了保险公司在网上报的这个 理赔 保险公司就说拒赔 因为我们在摔破的这个时候 没有用Verizon的这个电话号码 我觉得首先就是买这个保险 跟电话号码有什么关系嘛 对吧 我是给手机买的保险 那其次他如果一定要求我用Verizon的电话号码才可以保的话 他应该提前告诉我 那无论是Verizon还是这个网上都没有告诉我们 那我就很气愤 然后我就用同样的方式又申请了一次理赔 啊 在美国呢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个事情看你是否坚持 一次不行 你两次 两次不行 你就是三次 有时候办事打电话就要打很多次 可能遇到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就给解决了 OK第二次理赔的时候他就同意了 说给我们赔 但是他说 S8 plus的屏幕不能换不能修 所以只有整机换一个新的手机 然后让我们再付179还是199块钱 我觉得很不爽 真的是相比这个Apple Care这个服务 我们用Apple Care的话 比如说屏幕摔破了就是25块钱 然后就给你修好了 所以就是当时对Verizon就很不满意 然后刚好有一个网友 他的名字叫Totaro 他要找人拼线买T-Mobile的这个手机 都是买一送一 所以两个人就付一半的 各付一半的费用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帮他找人去跟他拼线 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了一下这个T-Mobile的套餐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们的覆盖率虽然不如Verizon那么广 但是他们的这个4G网络一旦连接上之后速度比Verizon还要快 而且他们的这个套餐非常非常的优惠 还送你这个Netflix 就是美国在线看电影的一个最大的网站的会员 所以我就有了想法要换一家一定运营商 我觉得Verizon说那么贵 但是他完全没有提供与之匹配的这个服务 所以我就去了T-Mobile了解了一下 结果发现他们除了买一送一和比较优惠的套餐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让人心动的补贴计划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转线补贴 就我从Verizon转到T-Mobile 他们会补贴给我之前欠Verizon的分期付款的设备的费用 申请成功了 耶 我前面两台手机还有合计一千美金的分期付款没有付 所以我将会从T-Mobile拿到一千美金的补贴 这是我换到T-Mobile的最大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诚意十足 Fiona现在困了 让我抱着她走 她这种想睡不睡的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必须要再跟我们的男性同胞们得色一句 有女儿的人生才完整 在美国你买东西其实不一定非要全款付清 像这种分期付款 第一个它没有利息 第二个它可以很好的去增加你的信用分数 所以我们是用分期付款的形式买了这两台手机 所以在我们决定要签出Vorizon去T-Mobile的时候 我们还欠了Vorizon大概一千多块钱的这两台手机的设备费用 我这个讲故事的水平太差 刚才一直没有把这个铺垫进去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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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